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語理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Della你好 大家好 我們經常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的飲食裏 令到我們的身體出現不適 甚至乎我們早前也說過 多數的癌症都是吃出來的 其中有一種食物 普遍上我們以前也有聽過 可以預防癌症 這是西蘭花 最近有一篇文章說可以預防八種癌症 其實西蘭花這個菜牙的材料 其實在我們現在香港 或者在西方國家 中國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很容易找到 很容易拿到的菜植物 相對比較便宜 現在相對來說 因為種植量多了很多 都相對便宜了 最近在很多膳食補健的研究裡面 發現它可以延緩衰老 增強免疫系統 抑制癌症 這是最重要的 除了之外 它原來對預防精神抑鬱 以及對糖尿病的防治 都有積極的作用 所以可以這麼說 是蔬菜中冠軍的 就是營養的皇冠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香港真的很容易買得到 很多地方都很容易買得到 種植容易種 也很便宜 好了 我們為什麼西蘭花 有一種叫蔬菜之王的稱號 在防癌界 它可以說是真的防癌的名聲 小小一點 一扎的西蘭花 能夠防了八種癌症 第一 腸癌 原來西蘭花有很多種 強效的抗氧化物 研究顯示 每個星期吃三次西蘭花 能夠將患直結腸癌的風險 減得60% 還有防止頭頸部癌 頭頸部癌 通常很多是臨花癌 鼻影癌 這些方面 在國際口腔醫學雜誌裡的調查顯示 胡羅百素 胡羅百素是對口腔癌具有潛在的預防作用 而西蘭花裡面的胡羅百素的含量非常豐富 每一百克的高達是七千二百一十的微克 是一般胡羅百的兩倍 即是比胡羅百還要多一點 是的 所以可以預防口腔癌 頭頸癌的癌症 即是喉嚨、頸、口腔癌 還有預防乳腺癌 美國營養學研究發現 西蘭花中有一種氮化合物 是叫引導 這種氮化合物 能夠降低人體內的刺激素的水平 還能通過沒有活性的刺激素 阻止活性的刺激素 對乳房細胞的刺激作用 起到抗癌、放癌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 有些乳癌 很多時候都是發現與刺激素有關 是 還有防止膀胱癌 哈佛大學和俄合俄洲 立大學聯合進行的實驗研究 表示每天吃兩個或三個以上西蘭花的人 比一個西蘭花的人患膀胱癌的機率 是低了40% 這個也是國家蔬菜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有一個叫何鴻巨 西蘭花是否有一種流化葡萄糖金的物質 其實分解的產物 葡萄的流素是被證實有防癌的作用 這些科研裡面很明顯 可以解釋為什麼裡面有某些成分 第五就是防阻前列腺癌 這是英國食物研究所做了一項研究 它將實驗分為兩組 每星期分別給這兩組人食用四份西蘭花和碗豆 發現吃西蘭花的一組病人身體發現出來的防癌基因 可以保護男性免受前列腺癌的親習 這個挺有趣的 然後第六就是防肝癌 西蘭花能夠活化肝臟裡面的霉類 從而促進肝臟對毒物和致癌物質的解毒作用 第七就是防胃癌 胃癌的人 人體內的血清西蘭的水平明顯會下降 胃癌裡面產生維他命C的濃度 也都顯著是低於正常的人 而西蘭花不但能夠給人補充一定量的西和維他命C 同時能夠供應豐富的胡蘿蔔素 起到防止癌前病變細胞形成的作用 揭制癌腫瘤的生長 第八就是防止食肚癌 西蘭花含有豐富的植物營養素 可以有效預防食肚癌 堅持長期吃西蘭花 不但能夠預防食肚癌 還能夠改善身體的機能均衡營養 和優化健康 剛才聽到重點上的西蘭花的營養 雖然人們都可以吃西蘭花 我們現在都說很普遍 但人們都不懂得吃 我們吃的派對是主理 其實也很容易犯了以下的錯誤 在西蘭花的處理去西蘭花 令到它的營養價值和防癌的功效大大折扣 那是甚麼?袁先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很多人沖洗西蘭花 因為西蘭花其實都是 那些花不是平面、光滑 不是那麼容易洗的 所以很多人在水龍頭沖一沖就算了 其實很多時候 裡面那些殘留的農藥和蟲 很多時候沖一沖是沖不到的 結果那些農藥全部都吃了下肚子 所以要洗西蘭花用牙刷 輕輕刷一刷西蘭花的表面 再撕小粒 用手撕小粒 再用鹽水浸爆15至20分鐘 最後才用流動的水沖洗乾淨 我們也有清洗的 蔬菜、水果、天然清潔液 不用用鹽水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覺得 無形中也會吸收到多的鹽分 記住可以撕小它 不要整棵這樣浸 撕開它、撕散它 拿鹽水或者特別清洗蔬菜 浸泡它15分鐘至20分鐘 另外一種的錯法 很多人就是用刀切 切到很多粒 直接在砧板切 令到很多小粒粒粒的花朵 就散了 掉掉了 通常我專家說 在處理西蘭花的時候 不要用刀切 容易剪它算了 用剪刀 把根部一粒一粒剪出來 不要用刀從表面切下去 然後用手撕下來 一塊塊的 就可以拿到完整的花粒 一粒一粒 第三個錯處 通常我們用爆炒 西蘭花煮的時間 爆炒就不能過長 因為它不耐高溫的時間處理 當然任何東西 高溫處理 很多時候都會流失 所以選擇對搬任方法 西蘭花是很重要的 蒸是保持食物營養最好的方法 蒸它 這是美國伊利諾州大學的研究發現 斑任斑條西蘭花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隔水蒸 5分鐘 蒸西蘭花的時候 將溫度可以控制100度 因為蒸氣永遠不可以多過100度 最高100度 很多時候有些人認為蒸會很熱 其實不是的 因為蒸氣只有這麼多 水蒸只有100度 不會超過100度 反而煎炒可能是幾百度 所以最好的限度是 用溫度保持食物的營養 當然當西蘭花變成綠色的時候 抗癌是最強的 當時有些地方有些根莖 要煮久一點 煮多5分鐘 所以蒸是一種很簡單的方法 通常我們可以這樣 就是把西蘭花浸了之後 撕開去細細舊之後 浸了它 浸了它10、20分鐘之後 晴乾水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來 將粗的根莖先蒸下去 然後蒸了兩分鐘之後 再把上面的花朵再放進去 整個隔水 但蒸5分鐘左右 我相信整個西蘭花都可以食用到 也是把營養價值保存得最理想最好的 在菜式方面 現在我們相信 現在我們的聽眾 可能都是很多的烹飪工手 其實它在配搭上面 其實都可以 剛才說過 清蒸的西蘭花 蒸完之後 可能放少許油、鹽等等 其實它單獨吃的時候 功效都很好 但你配上了 譬如像是配蕃茄 因為蕃茄裡面 有一個很強的茄紅素 都是防癌的 而且之前袁先生也提過 蕃茄是其中一個蔬菜裡面 需要煮熟的效果 就會提升 比生吃更多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很好的配搭 當然西蘭花 有時候我們在沙律上面 都可能有些生吃 不過它就比較硬 所以可能都要蒸一蒸 或者搶一搶 有些時候 在日本的菜式裡面 都會看到 西蘭花蒸了之後 就加少許日本的芥末 其實芥末 也可以抑制了 癌症活躍的一種物質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有些菜式 想加多一些其他配搭 木耳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們都知道 木耳也是抗癌的 提高免疫系統的材料 而它和西蘭花配搭的時候 因為木耳很爽口 而西蘭花也是 所以也是一個很好的菜式 甚至乎可以加上香菇 或者是大蒜 大蒜也是一個防癌 和西蘭花是一個黃金的配搭 因為兩個都含有很高的 微溶素 Celenium的篩 其實這些方法 大家都可以自己 隨意的配搭 因為真的可以很白搭 西蘭花這個材料 今天我們也很感謝 袁醫生和我們分享了 這個食材 令到我們可以在日常的生活裡 也可以增加多一些工具 可以令到我們在 預防癌症 保持身體健康方面 有多一些資料 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在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理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